九十八表 我先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画的版本 所以上礼拜的九十八表 就是1乘1等于1 那中间这个地方的话 加一个TAB 所以当然最后一个TAB 再把它换行 换到下一个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换行实际上就是这个 这个换行 然后呢 这个格式的话 1 2 3 基本上指的是1 2 3 然后把X 等于放中间 然后后面加一个TAB 符号 这个TAB 符号其实就是这个 所以一个 两个 三个 一直到第九个 然后就是把这个后面的I 跟J 跟I乘J的值 直接就放到这个大瓜糊里面 也就是那个大瓜糊里面如果是空的 它就是你要放的后面的变数把它放到大瓜糊里面去 它就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方法 蛮多地方都还蛮好用的 尤其像你要输出一些资料的话 从资料库捞资料 或者是说你将来要把资料再放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那这一招我是觉得 你看 倒还蛮好用的 因为有的时候尤其要写Seql Seql 语法 Seql 的话 如果你在Python里面会用Format 其实会减少很多错误的发生 所以我建议这个Format 还是要多多的熟练 最后有一个逗点 End 等于空意思是说 它每个都会 print本身会有个换行 那我如果不要换行 那接在后面的话 那就是把它换行拿掉 但是最后多一个print是说 最后我跑完这个回圈之后 那一定要加一个换行 那就是帮我换行下去 这是上个礼拜 我们的998表 那这个程式已经够精简了 主要最大的工程就是这个Format 那其实在Python里面 或者在Java里面 或者在C里面 其实除了用这种格式化之外 他用百分比 我记得用百分比 不过那种方法 我看了Python的官方说明 好像慢慢会被弃用 他比较希望你用Format 但是他也支援百分比这种叙述的格式化 只是说我以前也会讲 但后来我发现 既然Python他比较希望你用Format 所以我在用百分比的机会 后来我就把那些先拿掉 因为我觉得大概也许记一种就够了 其他都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导 我觉得学一个比较是新的 而且大家就是Python支援的 OK 那再来的话我希望怎么 把for回圈改成画回圈的话 基本上要改哪些地方 当然的话我们可以先从 因为有两个for回圈 那我们可以不就不需要急着一次就把两个for回圈都改 我们可以先改其一 那其一的话怎么改 一的话呢我可以怎么 先把追这个回圈改 那追的回圈怎么改 一先给初始值 追等于一 OK 所以也许你可以慢慢 假如说你要把for回圈改画回圈的话 那他的SOP 一给初始值 二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它的for回圈 你用oh把它先注解一下 注解就是你先不要删掉 删掉可能你要参考没得参考 那你打一个file file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当这个追怎么样 会进到回圈应该什么 应该当它小于多少 小于10的时候 OK 然后呢 当它输出之后的话 就是这个是初始值 它的条件 OK 然后最后的话就步进 步进的话就是追的 J等于J加1 或J加等于1都可以 OK 那加等于1好像感觉写的比较精简一点 OK 好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 J 这个回圈的改造 就是把forJ in range 改成fileJ小于10 OK 基本上的话我们改 我要改完乱乱看好了 其中一个是file回圈 一个是for回圈 不过你会发现用file回圈在这个地方 真的一点优势都没有 感觉好像多了很多行 这两行 给它执行 看到结果 OK 执行 你会发现 执行的结果 跟刚刚用for回圈执行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再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再怎么样 如果要把i再改造的话 一样嘛 你可以有个固定的sop1 请你先在这个for回圈的上方 先给它一个初始值 所以i 等于1 它初始值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注解一下 然后把它改成file file i 小于10的时候 ok 然后呢 步进的话呢 记得 就是在这一个 这个最后一行 下面 基本上你可以写的 写在print的上面一行 也可以写在print下面一行 其实结果一不一样 应该一样嘛 因为不影响 反正哪一个先哪一个不影响 都写在 i 加等于1 ok 也就是它跑完之后 加1 加1 ok 最后的话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结果也会一模一样 如果确定ok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for回圈这两行给删掉 这样就完成了 那最大的差别 你可以发现 原来for回圈你写完之后 它只有写出四行 但如果你写成坏回圈 会变成写出八行 ok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当然 用for回圈似乎是比较恰当的 那我们主要是什么 比较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 两者之间的差异 那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 用不同的回圈 那我 以我的经验 其实我用for回圈真的还是比较多 而且多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情况我大概都知道 我跑到哪边停下来就好了 很少会不知道说我要跑到哪边停下来的 ok 除非后面我会写一个 就是拆数字游戏 比如说我就是拆数字游戏 如果我今天只给你拆六次的话 ok那你用for回圈 但如果一直让你拆 拆到对为止的话 那这时候你就要画回圈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至于哪边的差 有哪些差异 请你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数字 假如我今天输入53 我想要知道它是不是一个直数 ok 那要回答 就是enter之后的话 它告诉我是否为直数 是或佛 这个enter一下 是直数 那什么叫直数应该大家都知道 1 除了1跟自己本身以外 你中间不能被其他的整数给整除 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直数 ok 那这要怎么写呢 基本上1你可能需要一个input字 比如input字 我请输入input字 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我就让它input input完之后呢 要丢到哪里 丢到前面一个变数去接它 那接到之后的话 我要怎么写 所以这时候的话 其实这里呢 如果你用画回圈也可以 不过看起来好像用for回圈 可能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因为for i in range 你干脆 那个range范围 你干脆从1 1不用 因为应该从2开始 2到哪一个数字呢 2到你输入的这个数字的前一个数字 然后你去什么 去给它除除看 它的最后的结果会不会是等于0 等于0的话就整除 那如果等于等于0的话 还表示说呢 怎么样 它被整除了 被整除就不是直数了 那如果它一直都不能被整除的话 那表示呢 它就不是 它就是一个直数 所以这边的话 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for回圈 然后去把它怎么样 用我之前讲过的 有个运算值 百分比应该记得吧 就是除以多少的余数 比如说除以这个i的结果 如果等于0 表示说呢 它会被其他数给整除了 那我这边的话 会多一个reval origen 这个 ok reval 这个结果呢 如果预设值等于0 就是不会 会不会被其他数 如果1的话呢 表示会 0的话表示不会 对 其实0就是false 1的话就是true ok 那底下的话呢 我在用逻辑判断 做输出 ok 当然这个是我写出来 如果你不想用我的这个程式的话 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要怎么写来 会比较ok 试试看好了 所以刚刚这个 把不回圈改成坏回圈 里面 1 2 3 1 2 3 4以下 画面先还给多一下 那如果把那个 dose map改成 这个 画回圈之后 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要写一个什么 直触 判断 的 一个 练习题的话 要该怎么写 ok 那其实当然 像直触练义这个 这几乎是 还蛮常见到的一个考试题目 而且不是只有用python 其实其他语言 其实也都可以写出一样的结果 稍微改一下而已 其实说真的 其他语言也都会有 一样的东西 回圈 逻辑判断 变数 这些都是共通的 所以将来 如果哪怕你是用别的语言来写的话 其实也都大同小异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写 但第一个写出来不是问题 写出来之后 也没有办法让它 程式更简洁 或者是说 程式更短 ok 请各位试一下